Lady and Gentlemen 歡迎收看 玩具都是我的小孩之 戲如人生第二季 首先 先歡迎我們第一季的 最佳女主角 及最佳新演員 耶 這就是我上次開合的 戲如人生的 休息的女一號 和冉冉欣欣 然後我又添購了 三盒新角色囉 那我們來看看 這次的演員有哪些吧 第一盒是 登登 哇 可愛俏皮的 午後佳人 哇 超多配件的啦 午後佳人超可愛的啦 他的眼睛的瞳孔 是愛心的形狀喔 棕色的捲髮 還有一個紅色的 那個頭巾 後面呢我們來看一下 哇 有個大愛心 然後旁邊也是有小愛心 哇 超可愛的啦 然後呢我覺得他跟 冉冉欣欣欣就是那種 好像是競爭對手的存在吧 好 然後呢他的這次配件 真的是很多喔 就是除了這個 這個 也是愛心的那個 地精啊 可以坐在上面 登登 再加上這個配件 有黑色的包包 還有茶壺跟茶杯 有沒有像是那種 懷舊片就是那種 午後的時候那種 可愛的家人 就坐在草地上 吃著下午茶 哈哈 第二位演員是 登登 喔 這是我們英俊瀟灑的 最佳男主角 好 我們男主角這個髮型很帥氣吧 還有他有藍色的瞳孔 是猩猩的 另外呢 他有這個黃色的領巾 還有拿著一個酒杯 然後這次那個男主角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後面這邊 哇 你看這個玫瑰花的頭雕 是不是超美的 另外他的配件就是 跟女主角一樣 同款的電話 只是不同配色 他們兩個真的可以抽成一對了 最後一位演員是 登登 哇 這個是替大家帶來歡樂的喜劇演員 我最想要的耶 耶 我們的喜劇演員 俗稱小丑 我們先看一下正面 就是綠色的頭髮 然後旁邊這個是愛心跟黑桃嗎 好 正面是這樣子 轉過來 他這個是皺褶的那個領巾 還有這個褲子上面有立體的白豬豬 好 然後我們小丑就是 我很佩服他的事 就是說不管內心快樂或悲傷 他都要一直帶給大家歡樂 而且不管是以前到現在的電影 就是喜劇或者是恐怖劇都是 他都是不可或缺存在的角色 好 然後另外我覺得他這次的這個傀儡娃娃 配件也做得好精緻喔 你自己看這個臉 笑臉上面還有這個鬍子耶 而且他的衣服跟他的褲子是同款的顏色有沒有 好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喜劇演員 這是最大的特點 就是他這個俗稱的香腸嘴 你看 他是磁吸的 登登 可以拿下耶 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的酷酷臉就出現了 好好無辜喔 好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喜劇演員喔 這些就是我這次抽到的 戲如人生的五個角色 那還會有第三季的製作嗎 我也不知道 看心情好了 那有的話再開箱跟大家分享囉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